这些人进进出出到底在干嘛 就在这片芦苇荡丛中 这个现象好仿常啊 真的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现在在湖北武汉的长江边 这里是一大片的芦苇荡丛中 总有这个小路啊 里面有人进进出出 这里居然还有白颜色的纸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然后还有不可言状的垃圾物 中间呢甚至被走出了很多条小路啊 这边也是的 这个还有一个包装袋 这个是什么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呢被人为踩踏出 一大片的小路 可以直接延伸到芦苇荡丛中深处 这里面到底有何奥秘 为何出现这种反常现象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最近武汉的天气啊 也是感觉奇奇怪怪的 你们感受到没有啊 很多人朋友问我 武汉的气候怎么样 我说武汉的气候可以用 欢迎拿到武汉来形容 意思就是武汉 它是一座又冷又热的城市 前两天直接穿短袖 这两天又直接 要开始穿羽绒服了 感觉在武汉买一件短袖 买一件羽绒服就够了 天气热的时候把羽绒服脱了 天气冷的时候把羽绒服加上 可以这样形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卢尾档啊 这里还是挺美的 刚刚那些朋友呢 来到这里啊 他们是有目的性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过来发现 他们的目的 他们到底有何目的 真的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看到那边还有一个朋友啊 在旁边走着 那里就是武汉的长江边 这里是百年汉口江堂 有一大片的芦苇荡 每年春天秋天 还有夏天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养眼啊 感觉就像一片市外桃源一样的 这芦苇荡的高度啊 可谓是非常高的 都快有一人高了 看着还是挺壮观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桥梁 然后可以从这边走过去啊 刚刚那些不可言赚的垃圾物呢 就是他们在这里啊 会搞一些野仓 就是摆个桌子摆个布 然后吃完之后啊 可能会有些果皮纸屑的残留 但是呢 大家还是记得带走吧 保护好这边的环境 然后我们从这个高处来看一看啊 看看刚刚那片芦苇荡里面 到底是什么情况 原来呀 这芦苇荡的边上啊 他们进进出出 没有任何目的 就是过去 去江边上上心 逛一逛 你看这边又有一对情侣 从那个江边 然后从这个芦苇荡丛中走出去了 他这里呢 也是一条马路啊 这里看得很明显吧 他们就是去江边 沙沙上面走走路啊 然后锻炼一下 放松一下心情 然后那边总有人尽情输出的啊 还是挺热闹 挺好玩的 特别是夜幕降临的时候 看着夕阳西下 然后站到这个桥上面 整个人心情也会很愉悦啊 这边又一个家长 带个小朋友下去了 挺好玩的 上面这个站桥呢 也是一个网红站桥 还有很多灯啊 在这里打着在 挺漂亮 挺热闹 挺好玩 这鲁尾档啊 被人为走出了很多条小路 大家过来游望 还是要注意安全 还要呢 就是文明游客 千万不要随手乱扔垃圾 现在呢 属于长江的枯水季节 等来年长江涨水呀 这水位一涨上来 这个饮料瓶啊 什么 说了带啊 都会被这个水呀 给它带到长江里面去了 到时候对我们生态环境 可就是有影响的呀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一个文明游礼的游客 前面那里就是武汉的长江二桥 这里又有朋友从下面上来了啊 还是挺壮观 挺热闹 挺好玩的 好了 今天这条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大家如果想过来游玩 直接定位武汉长江二桥 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芦苇荡啊 随时都会被清理收割掉的 因为到时候啊 这个芦苇荡老了 然后要把它清理掉 重新再播种一批芦苇荡 到时候呢 又是一批新的芦苇荡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现在点赞 拜拜 关注转发一下